2016年前后,某娱乐杂志发布一份香港歌星的歌筹排行榜,一众90.00.10年代的顶级歌星纷纷上榜。 其中,华语天后王妃力压香港本土顶级天后郑秀文夺冠,而香港乐坛标志四大天王中有三人上榜,其中刘德华显胜张学友,黎明,稳坐寄军宝座。 另外在内地是当红炸子鸡的小天后邓紫棋,竟然不敌谢安琪,惨遭垫底。 本期小帅带大家一起回顾这份榜单,看香港天王天后们的歌筹是多少。 冠军王妃超过120W,据媒体报道,湖南卫视此前公布天后王妃将首度亮相真人秀幻乐之城后,令众月迷引颈以待。 盛传这次王妃的出场费高达三亿,亦有传王妃的筹金应是八千万,不过阿妃的身价却是不断刷新,一直有传王妃的商演是海鲜价, 最少要八百万元起跳。 2009年,王妃付出乐坛,代言洗头水广告,当时就有两千万收入囊中。 2010年,她举行寻唱,盛传每场身价高达六百五十万的天价。 2016年,阿妃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一场个人幻乐一场演唱会,该演唱会采取了网络直播,并在网络直播中使用了VR技术。 据悉,这场歌筹收了一亿,对于王妃加盟真人秀幻乐之城传出身价高达三亿。 王妃经理人陈佳英今日回答记者查问时说,在洽谈中,节目制作团队由安德胜、梁俏博主导、洪涛担任监制,主持则由何炯担任。 据知,该节目暂定制作费是三亿,由二十组顶级导演和艺人组成欢乐拍档,进行十二期电影级现场音乐演唱笔并。 陈佳英说,节目形式戏典样未落实,据悉,参与唱演的嘉宾有陈佳怡、徐佳英、孙宏雷和谭维维等。 陈佳英说,我完全不知有没有嘉宾参与,你去问电视台方面,我只可以讲我们在洽谈中。 而王菲在节目中担任体验官、亚军、郑秀文110W,郑秀文的歌筹为110万。 出生于1971年的郑秀文,16岁进入歌坛。 她的电影《处女作》是1992年和张学友合作的《非虎精英之人间友情》。 戏里,她演一个青春靓丽的黑道大老女儿,也许是正直青春,她将一个少女的活泼天真,为爱奋不顾身,全世的生动自然。 她获得了金像奖最佳新演员的提名,然而这个奖最后颁给了良称。 此后的《孤男寡女》让她又一次提名金像奖,这一次她角逐的是最佳女主角奖。 郑秀文的表演固然好,可是像这样轻松搞笑的爱情喜剧片,要拿金像奖是很难的。 更何况那一介入围的还有张曼玉的《花样年华》和杨子琼的《卧虎藏龙》,不管是上述的哪一部片子,在《人物处理》上都要比《孤男寡女》这不单纯搞笑的爱情片来得深刻。 最后,组委会把《最佳女主角》颁给了张曼玉。 2002年,入选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的一共有五部片子,一部是梅艳芳的《男人四十》,一部是张爱佳的《第九天长》,另外三部是郑秀文主演的电影《钟无厌》《瘦身男女》和《童军密友》。 《人人都说轮也该轮到她了》,然而那年的影后被张爱佳拿了,这是郑秀文最可惜的一次。 随后是《长恨歌》《盲叹》,郑秀文一次又一次入围,一次又一次为别人鼓掌。 终于在经历十次提名后,凭借流水落花,天美一一一角,郑秀文终于捧回《最佳女主角》的奖杯,她在颁奖台上唱道,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都谢了。 等待三十载,一朝梦缘郑秀文在台上赶言道,今年可以和四位这么优秀的女演员角逐,真的很开心。 这么多年来,想得最多的,不是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这个奖,而是怎样可以逐步在演技上有提升和蜕变,有人认定我是一个喜剧演员,转去做证据。 我遇到很多困难,沿途都不被认同,今天大家看到我演出上的蜕变,我很开心。 谢谢我遇到这个剧本,谢谢流水落花的导演,谢谢你给我机会,认为我可以演这个角色。 也很感谢监制和其他演员,谢谢每一位,谢谢团队,这个奖由你们的共同付出。 多谢在天上的父亲,他很喜欢艺术嘛,他曾说我每一次演出,投身艺术工作也圆了他毕生的梦。 谢谢妈妈,我知道你在电视里看我,追寻梦想的路途很困难,但希望大家记住,记住我拿奖的画面,梦想是留给坚持不放弃的人。 继军,刘德华,陈一逊超过100W,继军的位置上,两位实力派歌手刘德华和陈一逊同获100W,谁也不相让。 90年代的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,一直以其霸气十足的舞台表现,吸引着歌迷的目光。 而陈一逊则以深情的嗓音深受乐迷喜爱。 第五名,张学友,黎明100W。 然而,第五名竟然出现争议,张学友和黎明均以100W并列。 这对四大天王的排名可谓出人意料。 近日,61岁的张学友在演唱会上不小心跌倒了。 画面里张学友边走边唱,能看得出在很努力保持身体平衡。 而且他还很快地拿起话筒继续唱,网友看过张学友跌倒的视频之后,纷纷感慨还是老一辈的明星敬业,心疼又佩服,张学友真的是值得大家的尊重。 演唱会之后,张学友表示跌倒是因为耳水不平衡,突然发作了,在开场前半小时突然头晕。 虽然不舒服,延迟了几分钟开场,但张学友表示演唱绝对没有问题。 歌神张学友的歌唱水平,当然是不会有人质疑的。 毕竟他这从2016年之后就开过了200家场演唱会了,还在一场演唱会时表演了皮刹。 宝刀不老说的就是他啊,其实从2015年之后,张学友就很少公开露面了,若不是还在坚持开演唱会。 大家可能都会以为他隐退了,但前两年港媒那边传出张学友欠债、卖楼、没收入等新闻。 甚至在采访中,张学友还自报这几年没有收入,在问到为什么不做包租工的时候,张学友还表示麻烦,感觉也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缺钱吧。 不过,张学友及时出来辟谣,否认了自己经济出了状况,在疫情这几年是没有收入,但自己是有存钱的。 熟悉张学友的人应该会知道,早些年张学友哥哥赌博欠债,他帮忙还了不少钱。 还有张学友投资眼光不好,也赔了钱的,资产情况虽不如媒体报道那么差,但想必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。 近些年,他这么努力开演唱会,尤其是在2016年到2019年三年时间里,开了233场演唱会。 究竟是缺钱还是真爱好,也没人知道了。 已经七年没有拍电影的张学友,在去年和谢霆锋合作了一部海关战线。 看开机时,张学友的状态感觉是很不错的样子。 在今年的英皇电影巡礼上,还看到了更火久见的一幕。 张学友和刘德华久违地出现在了同一张照片里,两人的状态都是真好啊。 尽管当年刘德华曾抛出橄榄枝说,想要四大天王一起做一档唱歌节目。 但现如今的四大天王,早已无法聚齐,张学友忙着开演唱会。 刘德华忙着演电影,努力成为资本,郭富城各种忙碌,但依然是非文声大于人气。 而黎明看似早已掉队,却依然是低调的人生赢家。 刘德华这些年,可以用劳模来形容了。 已经拍摄完待播的电影就有近十部,在拍摄计划之内的也有十几部。 刘德华虽然没有像当年一样发全新专辑,但他这些年唱过的电影主题曲就多到吓人了。 而且,刘德华也没忘记用演唱会犒劳粉丝,去年一场轰动全网的线上演唱会,就有超3.5亿的人次观看。 颁奖典礼有他,各大活动他都参加,宣传电影也是没放过。 刘德华不是劳模谁是劳模,不过,刘德华的事业规划并不仅仅是做个好演员,好歌手。 他这些年来正在一步步成为资本,早在20年前,刘德华就创办了电影公司。 只是早些年规划不到,他的公司并没有发展起来。 2021年,刘德华联合两家影视公司创立奔小孩影视,打算要扶植新人, 推出中小体量的新人佳作,要培养电影新力量。 这几年,刘德华一边拍电,赢,一边当老板当监制,至于他是否能成为电影界的大资本。 就看他之后挑选的作品能否成功打进主流市场了。 与此同时,向来低调的刘德华也不忘家庭,还有被拍到出现在了女儿演出的现场。 当年《天王》中,就是拼命三郎的刘德华,现在还能加作评出,他的努力大家都看到了。 有这样一位电影大佬,观众也放心了,才忙完个人演唱会的郭富城,又开始宣传起自己9月份英国的巡演。 不过比起张学友和刘德华的轰动效果,郭富城这边的人气好像没那么足了。 前段时间郭富城演唱会上的空中一字马,确实是挺震惊。 曾经的舞王,现在的水平竟然不输当年,不过比起专攻音乐的张学友和专攻电影的刘德华,郭富城两边都坚固了。 但是效果并不是太好,演唱会热度不及张学友,电影方面貌似也是输刘德华一姐。 这几年的扫读三段网,秘密访客,卖路人,口碑票房都不太行,很明显团队资源和审美已经出现了问题。 这几年,郭富城的作品不太有热度,他的感情生活倒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关注,什么庆生啊,赌买啊,买珠宝啊,甚至是买尿片都上了头条。 但这些也逐渐让郭富城没了神秘感,被朝档次变低,没能守得住天王的江山,但赢得了幸福的一家,这其中是喜事优,也只有郭富城自己知道了。 相比起还活跃在公众视线的三位天王,黎明看起来像是隐退了。 上一次发生,还是今年给电影唱主提取上一次播的戏,还是在2018年江夜里打酱油。 上一次称台,是在去年港姐决赛上,不论黎明是真掉队了,还是真不想唱不想演了。 他的意图都很明显,就是想低调行事,黎明开始低调,是因为他再婚和女儿出生了。 每次露面被拍到的画面,都是让人羡慕的,不是海上豪华游艇,就是一家三口马尔代夫。 最不记得,还是买了新车,一家人一起出门,熟悉黎明的人应该都知道,黎明家境好。 早些年积累的财富,也多豪车豪宅数不清,有钱又有家,何必在折腾呢? 2019年,黎明用名服侠的身份组乐队唱歌,对于音乐他还有梦,只是黎明的名号。 他大概是不想再去过多使用了吧,现在,偶尔开开小型演唱会,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,或许就是黎明最想要的生活吧。